玉里镇玉西地区农会26号是在玉里高中体育馆 举办了各家镇班110年度的成果展活动 主题是道正共好 幸福农村 绿色照顾 玉西农会则是以绿饮食 绿疗狱以及绿手作三大主持 让地方齐老精心设计文化传承的课程 希望能够让在地的农友们了解农会的努力 桌上琳琅满目的作品 有可爱造型的红叶鸭 菜色丰富的便当 以及家镇妈妈们的手工包包等等 这是玉西农会所办理的绿色照顾联合成果展 我们计划去家镇 高临 四天 放弃 都会在这个时候能够一起集合的展现 大家也用这个机会录像的交流 县长徐正卫也到场给予祝贺 并表示感谢玉西农会所有团队 对于家镇班 青年农民 四间会员 绿色照顾镇长者的照顾 也相当肯定玉西农会的努力跟付出 没有新农会 虽然也有行销部 但是最大的工作就是服务所有的农友 所以我觉得要谢谢我们的这个农会这么的欢迎 今年主题是道正共好幸福农村绿色照顾 玉西农区农会则是以绿饮食 绿疗育以及绿手作三大主轴 让由地方极老精心设计文化传承课程 在地青农教导农业的作业 促进轻盈共创 发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绿色照顾 记者高双双预政采访报道 记者 赞 统言 speech&字幕志愿者 赞 统言 记者 赞 统言 Bakalllo编曲 责幕 赞 统言